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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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事吧 小枫呢 放心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跟我来 我明明告诉他在这里等着 又跑哪儿去了 表哥 我刚刚听到鸣笛声 他不会去找你了吧 我刚刚并没有放鸣笛啊 什么 糟了 一定中了朔博人的圈套 我们分头找 顾小跟我 其他人跟着五皇子 是 醒了 顾小五 顾小五 活干 谁让你撇下我一个人跑了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在宫月城 小五 小五 见到你真好 小五 我们得赶快走 去哪儿 搬救兵啊 搬救兵 对不起啊 刚才你说 铁达尔王丈俊死 起码还有三百里 原水救不了激活 西晋阿护府 近在咫尺 为什么不向他们见兵了 你不懂 西晋各国都守着这样的禁忌 我们打架不关中原皇帝的事 五天之下莫非王府 帅组之兵莫非王臣 只要是天下的事 就跟中原的皇帝有关 更何况 中原设置西晋阿护府 就是为了维护西晋的安定 朔博无礼 正好就是教育他们 此处往南五十里 就是边境营地 西晋阿护府的裴校尉 最近在边境巡房 我比他交情不错 我们先去那里见兵 给你的 就合适要紧 驾 驾 我去一下裴校尉的营地 你去通知义府 就说人已经找到了 公子保重 好 驾 驾 小五 你说的营地到底在哪儿啊 怎么我们走了这么久 我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啊 应该快到了 应该快到了 再坚持坚持 来 我好热呀 我也热 我好渴呀 我也渴 能不能骑马呀 不行 他比你还累呢 来 小五 我 你别说话了 谨慎点儿体力 水来啦 小五 水来啦 太好了 快来 小五 小五别动 是流沙 小五抓住 抓紧啊 小五 小五慢慢往后退 小五 小五 抓住 小五抓紧啊 小五慢慢往后退啊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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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松手啊 你会被我拽下来的 我不松 我们一起来 你要一起走 放手 放手 小五抓紧 小五抓紧 小五 小五 对不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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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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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走开 小心 你不许走开 抓住我 我是西州九公主 我父王是西州的国主 我母亲是丹蚩王的女儿 我阿翁是丹蚩最厉害的铁达尔王 小五 对不起 从一开始我就利用了你 不 抓住我 你不许丢下我一个人 我们还要去发救命呢 我不会水 找到了 找到了 顾小五 你抓住呀 顾小五 你笨蛋 小枫 你好好活着 你不可以丢下我一个人 抓住我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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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五 醒醒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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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危险了 我们先回营仗再说 小五 来 慢点 走 慢点 来 来 五公子 裴孝伟 别来无恙 对了 这位是 我是丹蚩霍氏将军的妹妹阿渡 我哥哥现在在天羹山脚下 被树部兵围困 恳请裴孝位出兵救救我的哥哥 恳请裴孝位出兵营救赫氏将军 既然如此 那我命令手下马上准备 一个时辰后即可拔营 多谢裴孝位 月劳 好 二位不必客气 裴孟职责所在 那我先出去准备 对了 小五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 对不起 我只是 我只是害怕这天底下 最漂亮的九公主 为了救一个中原来的小茶商 跳起沙坑丢了性命 到时候啊 你阿爹阿翁都得找我算账了 救我去 小五 马上就拔营了 我先带你去处理伤口 也好让小五舒息一下 五皇子 阿赵 五皇子 请上座 阿赵 我现在就是一普通柴叶贩子 不是什么皇子 没想到啊 这平时一丝不苟的裴孝位 演起戏来 居然一点破绽都没有啊 您就别取笑我了 对了 对了 我大哥遇刺一案 插得怎么样了 前不久 我抓了一个丹蚩刺客 叫巴图尔 他已经向宣斗王招供 证明刺杀太子一案 确实是丹蚩人所为 果然是丹蚩 是 我会让他们百倍 千倍地偿还 封' 封蚩人 神尾 人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报 驾 云将军 前方三十里处 发险树搬兵 你带左营绕到他们后边去 等我后练 是 左营 跟我走 走 他 哦 是啊 那 来者何人 西境安护府 都齐校尉 裴赵 丹蚩贺师将军的妹妹 到我营帐前求助 说你们绑了贺师将军 裴某职责所在 前来调停 是裴校尉啊 这个是我们朔博 与丹蚩之间的事 与豊朝无关 所以 我还想请裴校尉 不要插手此事 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天耕山一带 属于西境安护府管辖范围 又岂能说此事与豊朝无关 西境安护府的职责 在于维护西境各国安定 你们目无王法肆意杀戮 难道是想向豊朝宣战 裴校尉 您误会了 我们朔博 向来与你们豊朝毫无瓜葛 而且本将军今天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要不会伤了我们两国的和气 这样吧 我今天 就给你裴校尉这个面子 放人 走 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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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小公主 你别忘了 我可是丹蚩第一勇士 怎么可能受伤的 只要小公主 你没事就好 小公主 你怎么把中原兵给带来了 我担心找不到阿翁 所以就去西定安护府 请了裴校尉过来 我告诉他们我是阿渡 都其校尉 陪账 何时谢过裴校尉 职责所在 无需言谢 何时 这就是我师父顾剑 感谢顾兄弟 一路照顾妹妹 还有一个人你要好好感谢 顾小五 我的朋友 也是我师父的表弟 虽然说他只是个茶商 长得也不怎么样 气质 也没有 不过 他还是很勇敢的 而且非常聪明 这一路 幸亏是他 我才能找到你 我这可是第一次 听见我这个妹妹这么夸人啊 呵呵呵 何时再次感谢诸位舍命相救 将军 不必多礼 我看这朔博兵未必会就此罢休 将军与诸位勇士有伤在身 不如烦请裴校尉 护送你们去丹蚩边境 好 请顾兄放心 裴某一定把大家安全送打 嗯 前不久 我抓了一个丹蚩刺客 叫巴图尔 他已经向宣德网招了供 证明刺杀太子一案 确实是丹蚩人所为 对不起 尹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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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失败 尹蚩人 祁蚩人 尹蚩人 听见 请 拥 尹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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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姑娘家 在男人面前如此随意 还有没有礼数啊 我们草原儿女都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边 天地都是上天给的 我们都是上苍的儿女 才没有你们中原姑娘 那么多讲究 这是什么歌 这是丹蚩人有名的真歌 这个歌里唱的 是丹蚩有名的美女 她的禽郎去征战沙场 可是没能回来 只有她的马儿回来了 所以她就手摸着马鞍 看着她禽郎没有用完的剑弧 唱出了这首歌 可怜无定 河边谷 游是春归 梦里人 我们中原这两句诗 大概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我听明月娘娘说 说你们中原有很多诗歌里 都是有故事的 你说来听听 忘了 忘了 不过 我倒是有另一个故事 想听吗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有一个子虚国 子虚国里 住着一个小王子 她的母亲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子虚国的王后没有孩子 所以将小王子受作养子 待她长大 教她本事 小王子因此 也视王后为自己的亲生母亲 不哭啊 可是没想到 害死自己亲生母亲的 就是王后 直到她长大以后 发现了真相 她决定 还自己亲生母亲一个公道 那小王子 是不是要杀了王后啊 王后的实力太强大了 要想扳倒王后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成为子虚国的储君 小王子原本最厌恶的 就是权力之争 因为在子虚国里 能活过三十岁的储君 少之又少 有的被暗杀 有的则被自己的父亲废除 幽蔽而死 更有的储君 为了抢夺仙计 干脆是否谋反 小王子的大哥曾经对她说过 东宫 其实是一座浸满鲜血的宫廷 她为了当上储君 需要做一件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此 她不得已欺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她真的很珍惜这个朋友 所以小王子想 等这一切结束了 她一定会好好补偿的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 那个朋友会不会原谅她 当然会了 真的 真的 小王子那么可怜 又那么善良 如果是我 我肯定原谅她 那后来呢 没有了 睡觉 没有了 你怎么讲故事讲一半啊 那我怎么睡得着嘛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还讲什么 睡觉 你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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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了 出发了 小枫 好 廣商 无语 走 前方就是我丹蚩吧 魁校尉 就送到這裏吧 那好 就送到這了 告辭 魁校尉 那我們下次見面再叫你吹碧莉 好 師父 小五 我們走吧 小公主 這恐怕有點困難 王上有令 不許任何陌生人進入王帳 誰是陌生人 師父和小五都是我朋友啊 賀施 賀兄弟說得對 小楓 你阿翁不喜歡中原人 再說了 我們出來這麼長時間 我該回去跟王上報個平安了 以免他擔心 只是小五 你這茶隊已經走散了 你怎麼辦 小五 小五可以跟我們進去吧 恐怕 就別為難我了 王上的命令不敢違背啊 賀施 小五只是個茶商 而且他和他的茶隊又走散了 也沒地方去 我們就收漏他吧 好不好 阿翁說了有恩就要報 小五是我的恩人 好不好嗎 賀施 那 好吧 你放心 如果阿翁怪罪下來 我一個人承擔 你阿翁哪裡捨得責罰你啊 只是辛苦顧兄弟了 非我丹蚩族人進入丹蚩國境 必須蒙眼前行 好 來 小五 小五 到了王賬 我阿翁一定好好賞賜你 我不會客氣的 你還真要啊 當然了 不拿白不拿嘛 小楓 小五 那我先告辭了 您保重 師父小心 是 來吧 來 好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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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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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